對於運動的表現,我想基層運動是我們國家未來能不能持續在運動場上發光發熱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在八月初我們和三位選手一起討論,我們舉辦了一個Team UA感謝祭 共計捐出100萬元運動發展基金 新竹市立成德高中、台中市立厚禮國中柔道隊以及台東縣立豐榮國小 感謝他們多年來用心栽培台灣基層運動員 我想跟學弟妹講說,踏上運動員這條路 的你一定是最勇敢最偉大的 那學姐我會一直走在前面成為你們最好最棒的榜樣 那我覺得只要有夢想,我覺得就堅持下去 不管現在是現在的處境是好是壞 我覺得都無所謂,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你成長的一個養分 也不一定就是要跟我們一樣就是站在奧運的殿堂上面 我覺得只要秉持這個精神,贊成是唯一的路 我覺得之後一定會找尋到自己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甚至能夠知道說,心之所往就是方向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就是通往夢想跟目標的方式 只有一個,就是累積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 那在這裡也要就是希望學弟學妹們就是 相信所有的經驗的累積,也相信所有的挫折 一切都會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相信 對,然後我們一起加油 從頒獎台上走下去的那一刻開始就告訴自己說 一切都是要重新開始,然後卸下這個光環 然後保持著初心,然後繼續努力前進 賽前的時候教練跟我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那其實東風這一次沒有吹響我,沒關係 那在下一次的比賽,我們一樣照著這樣的節奏繼續努力 我覺得就像我們UA的名言一樣 The only way is through 就是戰勝是唯一一條路,所以不管在哪裡跌倒 我們就是爬起來繼續努力 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面對自己的錯誤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念琴繼續堅持,加油 完成了自己在金秒冠的這個目標跟夢想 但是還是一直告訴自己就是要保持初衷 那也希望自己能夠持續用非常正向的力量 然後來去面對接下來所有的挑戰跟挫折 我只想用一句話來勉勵自己就是 紀錄是為了被突破而存在 所以繼續加油吧,夠幸存 請你 Clara 閉嘴 IG yaz